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基金现在很多都行价值投资 即他们里面应该有些联系 或者各样的东西是需要跟着那里行的 如果ESG元素不够高的公司 其实他们会避免投资 没错 而且现在都非常认真的 现在疫情可能会阻滞了一些探房 在疫情之前 其实我们遇过很多大型的世界基金 是要做审访的 他们会来看看 你说的东西是否真的 是真的 你说是否真的 那我们就不断去做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就一直不断去尝试去做 其实由很小的东西开始 比如说去到小 我们发给每一个员工 一套可以重用的餐具 让他们去吃饭的时候 用自己的餐具 去到这么小的东西 都要管 去到大型的 譬如我们现在讲的 等于我们可以详细 跟你分享的一些 ESG的三年计划 是由很少做到很大型的 都有的 我之前也开始听过 有很多公司 开始奉行ESG 就觉得 在投资界的眼中 可能股值 会拉得更好 是不是 在企业的角度 会不会有这个考虑 我又不觉得 是直接有的关系 因为其实 我们觉得 现在公司是做一些 我们认为对的事情 有时候 大家都会见到 现今的股票市场 有时候去看股票的价值 不是只看一方面的 以前我们只是说盈利 今天有盈利的公司 股价就做得好 没有盈利的公司 也未必股价做得不好 所以 其实很多事情 比较看得更长 可能每一个人 去称每间公司的价值 都有不同的观点去看